我記得在90年代 我見到天梳伏克他的航行者時 我問這隻標譜 他說香港的配額很少 瞬間賣光了 可能加兩三千元 這隻標譜我最記得是六千多元 另外我沒法想像在90年代的時候 炒標會在天梳出現 而事實上他曾經在幾次外國拍賣 都做到兩萬元的記錄 有些朋友說葉Sir兩萬元那隻是18K 其實這隻標在90年代沒有出過18K 他只有GOLD PAGE這款和鋼款 廣告也是賣這款 炒味當時很瘋狂 到最後我記得鍾詠麟先生說他見過 成交是一萬五六元 我覺得今天被我再撞到這隻標 就真的非常奇幻 他一個BOK的膠面 一隻World Time的航行者 可以獨立去教他的時區 當他運行的時候 他的時區都會轉動 其實他不是一個24小時的標 有些人以為是24小時 其實不是的 他煮一個小時 都是12小時制的 這隻標我深信 如果放在店鋪或二手店 一定會被人說 哇 垃圾啦 天梳一兩千 其實手錶的闊度 令人難以想像 這些寶物 就讓我在一個朋友的手上 拿回來 非常之過癮的一隻 World Time手錶 市場也已經絕跡 葉Sir Time Lock 盡量希望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同種類的手錶 其實這隻是一隻很有趣 很漂亮的World Time 而且在現今的香港市場裏 他就猶如垃圾一般的價錢 這樣才覺得好笑 其實如果你放在Ebay那裏 我都不敢想像 好 多謝大家